各位宗陸同學 大家好 去到第15集的MC精選 今次要教的是四心 有些同學可能會放棄四心 但實際上你已經見到他連續三年都出MC 而Longcraft你都會見到這些題目 如果你已經懂四心的定義 懂得怎樣畫圖 而懂得答案 你可以試試自己做 這裡有兩題 下面還有一題 那答案記得左手邊有 另外還有最後這兩題 自己可以試試做 可以停掉這條片距 想一起寫筆的同學 就要知道是寫四心的課 而最關鍵的 我們首先要知道的是四心的定義 再加上 我們懂得畫圖 我們畫得到圖 基本上就做到 如果很熟悉這些定義的話 可以跳到16分鐘看路Sir做數 我現在有四心逐個心來學 首先我們學第一心 第一個心的名字不難記 叫內心 內心的全名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一定是講三個形 四心都是講三個形 三個形內 有一個圓形的圓心 這個圓形很特別 一定要是剛剛好 碰到 剛剛好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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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碰到三角形的三條線 這個圓我們叫做內 切圓 所謂切圓 所謂切就是切線 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內 就是裡面有一個圓形 所謂心 就是裡面有一個圓心 這個位 正正就是那個 內心 而裡面那個 我們叫做內切圓 我們怎麼想定義 怎麼畫這一點圓心出來呢 我們每次都畫到 個好像盧Sir 這麼漂亮的圓形呢 好了 知道內心的名字 那個來源之後 其實我們就知道 內心本身的定義 我們的定義 是用什麼來想出來呢 其實我們都要想 我們學過 圓形 裡面如果有兩條切線 剛剛好碰到 記得當時學 好像一雙筷子 夾著一顆 魚蛋 兩條切線 我們應該學過的 就是切線性質 切線性質 我們可以知道的 就是 它跟圓心之間 它跟紅色圓心之間 應該會形成的 就是這兩個 是全等三角形 所以呢 你拿圓心拉條線過來 這個頂點 拿圓心拉條線過來 這個頂點 應該剛剛好做到的 就是角平分 角平分 因為它是兩個全等三角形 來的 同樣道理 拿圓心拉到上面那點 這兩個角應該也是一樣 最後把圓心拉過來 這一點呢 這隻角應該都會一樣 所以下次再遇到 見到內心 你可以整個過程就是這樣想 它就是裡面有個圓形 裡面有個圓形 你畫了裡面的圓形 再畫圓心之後 你要肯定知道 這個圓心 跟這隻角拉過去 是角平分線 角平分線 所以既定義 有些人 就死背了 就背 哦 我只需要畫到三條角平分線 就可以畫得到內心 那確實也是 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如果現在做另外一個三角形 假設另外一個三角形是這樣 那我就好想考試的時候 畫得到角平分線 那我們就有逐點來了 首先這一點 畫一個角平分線拉出來 最重要這隻角呢 兩個角度大概一樣 好了 再在這一點 紅色這裏 畫到角平分線出來 你畫到 兩個角大概一樣 最後呢 它相交的位置呢 你基本上連過去 剩下那隻角度 這隻角都一定是平分了 所以不畫圓形的情況下 我都畫得到一個圓心 就在這裏 這個就叫做內心了 好了 學完第一個心之後 我們準備學第二個心 好 第二個心跟剛才一樣 那我們首先知道個名字 你猜一下 學完內心學什麼心 那當然是學外心 那外心的定義是怎樣來的呢 那我們就畫一個三角形出來 好了 現在我先畫一個三角形這樣 那它的所謂外心呢 今次的圓形在外面 外面有個圓形 我希望今次畫得漂亮一點 好 外面有個圓形 好了 我盡了力了 這個圓形來的 那外面這個圓形裡面呢 這個圓心位呢 我們就稱之為外心 所以整個定義呢 今次呢 就在三角形外 有一個圓形的圓心 而這個外面的圓形 我們叫做外接圓 外面有個圓形 外接圓 而這個圓心 和三角形的三角形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怎樣做到一個定義出來 令到我們下次要畫的時候更容易一點呢 我們就想回一個圓形 和任何裡面的一條線 任何一條線 圓心和它的關係呢 就是圓心自然的垂線 平分了圓 這樣的情況下呢 只要去到它的垂直平分位呢 我們就會畫得到這個圓心出來的了 所以呢 今次我們要畫的這個圓心呢 其實的定義是來自 第一條線 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 和圓心一定是垂直平分 垂直平分 第二個呢 我當成綠色線 這條綠色線 這條綠色線 又一定是會和圓心 垂直 垂直 扯平分 留意這兩條線 本身不同 所以變了兩點 好了 最後黑色那條線 都是會和圓心 垂直 垂直 扯平分 所以今次的定義 我們就記住了 原來我們要畫的就是三條 垂直平分線 畫到三條垂直平分線 我就會看到那個 叫做外心 外心是有機會在外面的 看到現在在三角形外面 三角形外面 但當然是有機會 自然都有機會在裡面 只要我畫那個三角形 譬如說是這樣的三角形 這樣的三角形 原心就是在裡面 那這是什麼類型的三角形呢 不同的就是 現在這隻是頓角來的 我畫那三隻都是銳角的話 三隻都銳角的話 原心就在裡面都可以 好了 我試畫給你看 雖然叫做外心 但是呢 如果它是一個全部都是銳角的三角形 這樣的情況下 即使我畫的是外心 第一條線 這條線 我畫垂直平分線 垂直 平分 第二條線 我用藍色 這條線 我畫垂直 平分 通過的這一點 照道理第三條線 黑色線 都是跟它 垂直 平分 那我就在不用畫圓形的情況下 我畫到這個內心 在三角形裡面 其實圓形呢 大概 我用綠色線畫 圓形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這樣也可以的 好啦 所以我們要記住的 第二個心 叫外心 它在外面 畫一個圓 然後呢 每條線 都跟那個心 是垂直平分線 你只要畫三條垂直平分線 就畫得到 好 完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去下一個 好 下一個就跟圓形沒有關係 下一個心的名字 我們就叫做垂心 垂心 垂 我們什麼時候學過這個字 垂呢 其實就應該在我們在小學的時候 我們只要一計三角形面積 我們就會說 我記得了 是底乘高 除二 如果這個是底呢 這個是底 那個高呢 就要跟它垂直 垂直 但有時候很噁心 有時候呢 可能那三角形這樣放 以這個做底呢 我們都要畫到它的垂直 它的垂直線呢 就要垂直到地面 垂直到地面 我們會畫這個 垂直線 這個垂子呢 在學三角形面積裡面學過的 如果我們怎麼畫垂心呢 真的 我們畫垂心 這個垂 就是畫它的高 而它的高呢 是有三個的 為什麼有三個呢 我假設我畫第一個三角形給大家看 好 這裡有第一個三角形 對於第一條線 我以紅色做底 紅色做底 應該頂上上面的頂點有第一個高 行不行 好 假設我以第二個做底 假設以綠色這條線做底 綠色這條線做底 綠色這條線做底 它都會有個高 它跟上面的頂點有這個高 這個高一定是垂直於那個底的綠色條線 到最後 一定通過那個雙膠點的 就是黑色線都一樣找到垂直線 一定穿過 這條都是垂直線 而它們穿過的這個位置 我們稱之為垂心 垂心 三條都是垂直線 就是垂心 所以如果你們遇到你們自己要畫 而那個圖可能最噁心 是這樣的情況 一個頂角三個形是最難畫的 因為對於每條線的高都很難找得到 好 如果我以這個做底 它的垂直線很難畫 所以首先我做到它的底 延長腳這邊看線 它的垂直線應該是由上面延長下來 這裡垂直下來 這個就是垂直線 我會特意做長一點的 因為這次的深在外面 好 我用第二條 如果我以藍色這條線 藍色這條線做底 的話 它對應的高應該就會在這裡 這個就是它的高 我拉長下來 你會發現原來它們雙膠的位置很遠 我剛才的紅色還要延長一點才看到 原來它們這次雙膠的位置是在這裡 所以這次垂心竟然在這麼遠 最後 以黑色線來做底 這條如果是黑色線 這條如果是黑色線 假設這個是底的話 我會轉到地下 就要長一點 形成垂直高度 然後就從這裡拉下來 你會發覺繼續拉 繼續拉 繼續拉 拉到這個垂直線 你就會看到 原來都會通過垂心位置 而垂心可以在裡面 這個情況下 在裡面 垂心在外面也可以 而最重要 你畫到的就是那個三個高 對於垂心 我們都畫了 那還剩下一個心 去到最後一個心 有些書就叫它形心 有些書就叫它重心 它的定義就是要畫三條中線的焦點 什麼叫中線呢 首先對於紅色這條線 最中心位就應該是這裡 我從上面連下來 這個就叫第一條中線 對於這條線來說 它的中心位就在這裡 然後我將它連過去 另外這點 這條就叫第二條中線 最後 黑色那條線的中心位這裡 你會發覺你連過去 一定會穿過原本的這點 這點就叫形心 或者重心 由於它是中線連到最中間的位置 很特別的一個性質 就是左邊的面積 剛剛等於右邊的面積 因為這邊1比1的情況下 對於兩邊面積有相同的高度 所以兩邊面積會一樣 同樣地 黑色剁開了三角形 兩邊一樣 一人一半 藍色也是 剁開了之後 兩邊面積會一人一半 所以純粹寫給你們看看 它剛剛好將面積評分 再送一樣資料給你們 就是 你會發覺每條這個虛線 總有條長一點點 有條短一點點 原來長一點點和短一點點的比例 還是剛剛好2比1 黑色那邊一樣是2比1 最後藍色那邊也是長一點那邊2比 短一點那邊是1 好 畫完一個銳過三角形 比如畫一個鈍過三角形 看看形心在哪個位置 對於紅色這條線 它的最中心位應該大概是在這裏 形成左右一樣 這樣就剁下來大概在這裏 對於藍色那條線 最中心位在這裏 形成左右一樣 這樣就剁過去 大概在這裏 對於黑色那條線 中心位在這裏 形成左右雙等 條線連到過去 你會發覺怎麼都穿得過 這個情況下 今次的形心位就在這裏 形心任何情況都在三角形裏 合學這個心之後 我們四心總算學完 好 即將用路索試一下 2013年第43題 裏面提到AB座標都已經知道 O就是圓點 究竟他找外心 外心的定義我們輕輕溫一溫 外心的定義我們要畫的 就是垂直平分線 看到垂直平分線 看到垂直平分線嗎 看到 由於 X最多去到30 X最多去到30 那我就畫一個比例 就可能是5 10 15 20 25 去到30 這個比例最好用一把間齊 幫你畫 然後他高度最多去到12 那我就 5 10 15 應該都可以的了 但是你說你害怕的 就是2 4 6 8 10 12 這樣畫上去 那就再比例去準一點 那我就覺得 照道理我就想比例準一點 那我就跟回 24 6 8 10 12 好 24 6 8 10 12 那這個情況下我就可以畫得了 這個過程我特意試給你們看 那就是畫個準一點的比例 那它那個黑度正確的話 照到你就知道答案 A座標 A座標是012 012大概在這裏 這個是A B座標是32 畫得很遠 32大概在這裏 然後O就是 已經知道的就是這裏 O 那形成的三角形 應該是這樣的 好 那三角形就在這裏 那我們準備畫外心呢 就要畫垂直平分線 垂直平分線 那以第一條線先 這條線的中間就在這裏 因為12嘛 那它垂直平分 垂直平分 垂直平分就是這樣 好了 到第二條線 那我當上面 紅色那條線 紅色那條線的垂直平分 三十多的一半應該就是15 垂直平分就是這裏 那我就見到的 已經找到的雙膠點 大概在這裏 大概在這裏 那其實已經知道Y座標是多少 因為 Y座標的高度正正就是 這個高度 所以答案是6已經做完了 答案是A 畫一畫的圖已經做到了 好啦 你不信真是這麼簡單 我們先試試2015年往往 2015年又是給了一個P給你 給了一個Q給你 然後呢 今次找垂心的X位置 那我們先找回垂心的定義 垂心的定義 垂心的定義是要垂直 三條都垂直 那我畫三條都垂直就可以了 又是啦 盡可能適合比例 盡可能適合比例 今次的圖看起來 好像數值去到很大的 那就是去到96 那我們不是10 20 30 40 50 是不夠位的 那我就唯有轉轉 這裡就20 40 60 80 18 這樣就夠位了 好了 然後呢 高度又是要去到60 20 40 去到這裡60 那就大概適合比例了 現在我先畫第一點 060 就是P 然後呢 大概的96 我估計差不多接近 96 大概這裡 96 大概這裡 48 去到這裡40 去到50 大概這個位 這個位就叫做Q 然後我就把它三點連起來了 形成一個三角形 剛才用黑色線好像不太漂亮 我用綠色 好 然後呢 現在你看到這裡有個三角形 那它就跟本身有個圓點O 綠色這個三角形呢 它就找究竟垂心在哪 垂心 是要找三條垂直線 我逐條去試 先 如果以這個做底 我想計面積 底成高出移 它的高應該就是這個 因為都是去到48那個位 應該 這個位應該是48 那我們就叫這個是第一個高 第二個高呢 照道理就 我當藍色這條 藍色這條的高呢 如果我們畫得漂亮的話 應該那個高是垂直的 應該大概在這裏 我已經不用畫第三條線了 我見得到它那個 雙膠點在這裏 這個就叫垂心了 三條都是垂直線 我們平時計面積的垂直線 而這個位垂心呢 我們看回它說找X直 這個X直的位一定是小過20的 而小過20只有這個答案 答案就是A 所以畫到一個正確的圖 正確的大概比例 你一定已經知道答案 不需要計算什麼 世事真是豈能盡如人意 這條題目立刻難了很多 O是原點 但是P和Q點 它就給了微知數 當中P和Q都是正數 所以我們畫圖上來 很少畫負數的位置 因為負數用的東西很少 所以我負數那邊畫小一點 正數那邊畫多一點 然後P我就隨便給位置 隨便給位置 我叫這個位置做P 它的座標就叫P 0 同樣道理 Q我也隨便給位置 0 0 這個位置叫Q 它就是0 2號Q 再加上原本 就已經有的 這個是 原點O 即是形成 這個也是很美 很美 原來這個是一個很美 的直角三角形 來的 那我用回 剛才說用綠色 綠色 好 這裏現在有個三角形 就是直角三角形 就叫P O Q 在這個直角三角形裡面 它就說有個內心 後面那句不要看著 看完之後你會害怕的 不要管這個 它畫後面有個內心 我們試試畫內心 內心的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立即看回內心的定義是什麼 它說要找內心 內心的定義應該就是要畫到角平分線 因為它是三角形裡面的內切圓 我們要畫到角平分線 要跟這個定義去畫 我們就畫到角平分線的一個原心 那我們就逐個來吧 好 對於第一隻直角 我要畫角平分線 我都盡力而為畫一畫 大概45度 大概 剁開了一人一半 這隻角 等於這隻角 對於第二隻角 這隻角 要剁開一人一半 大概這個位置 畫過來 它兩隻角又是一樣的 當然你喜歡的話 畫上四條線都可以 但肯定知道的就是 這個相交點就是內心 最後那個連起來 又是啦 這個一定是角平分線來的 你畫完之後 你都覺得就是 很無奈的 就是你畫得很漂亮 但你完全不知道 就是 究竟跟上面這句有什麼關係呢 那沒辦法 第一下呢 你就都嘗試 如果你真的不是放棄 你嘗試的就可能畫多一點 就是 我們知道它是內切圓 那我們畫個圓形下去 我們畫個圓形下去 我們會知道的就是 這個是它的圓心位 圓心呢 就會跟它的 切線垂直的 而且呢 就是 每條 半徑都一樣的 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知道 就是 原來這裡這個是一個正方形來的 那就是每條邊應該是R 每條邊R 我就會知道這個座標 應該就是R 有了座標的不同說法 有了圓心的話 我就馬上寫下去 圓心座標呢 如果我知道 一定就是半徑 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加上我會知道 圓心呢 是在這條線上面 很自然 我可以再做多一步 就是代X變了R 代Y變了R 因為它說了X的位置R Y的位置R 最後我就寫得到7個R 就等於3個P 7個R等於3個P 那我也想知道 P的數值和R的數值的比例 那我就用一個交叉雙除 把R除過來 7保留在這裡 3除過來 我會知道原來P比R 原來是7比3的 知道這個之後 我們就開始有少少明目了 就是 我知道如果紅色的那個是3 藍色這個就是4 因為3加4等於7 同樣道理 我們除了這個平分線之外 它是內切圓 我們說兩條切線會相等 所以藍色這個位置應該等於4 這樣就很棒 旁邊這個R又是3 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還差的就是 只剩下綠色的小塊 即是這塊綠色的 和這塊綠色的應該相同 我隨便切個數字 假設我現在切成X 好 切了X之後 我們就會發現了 這個很漂亮的直角三角形 很漂亮的這個直角三角形 現在有些邊的了 下面這邊加上7 這邊加上X加4 這邊加上 但是我寫得這麼難看的 這個R應該等於3 不要再寫那個R 免得以為3乘R 是X加3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利用這個漂亮的直角三角形 這個直角三角形 下面那條邊是7 這邊是X加上4 這邊是X加上3 我們就利用到不時定理 我們就找到X 不是定理就是2次加2次等於2次 直角的兩條邊相加 即是X加3的2次 加上7的2次 等於X加4的2次 然後刷括弧 這裡我就快一點點了 你捱得到這部 我估計你都不會怕 慢慢用自己的方法刷括弧 不一定像我這個直接刷 你用你的方法刷得到就可以了 好 完結後下一步我們就知道 X2次弱得 然後8個X 減2個X 減2個X 減6個X 這邊就58 減16 即使2個X等於42 X原來是21那麼長 如果X就是21那麼長 那我們就知道 全個Q 全個Q 應該就是21和3相加 也即使全個Q 就是24 全個Q 如果是24 全個Q 我們知道了 剛才我們定了是7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知道 比例是7比24 答案就是D 的而且確 這題是這麼多題最難的 因為牽涉到直線方程裡 我們要利用到 第一 我們要畫得到這個 漂亮的內切圓 還要知道圓心是RR 還要你自己的切尾之數 第二步 你又要膽把座標 代入方程裡 找得到這條公式 還要找得到 比例是7比3 知道比例是7比3之後 還要用到的就是 雙切線的性質 這兩條是3 這兩條是4 這兩條是X 再要用不時定理 其實它夾集了太多課題 在裡面 做不到正常的 但如果你聽得明白 我估計你沒有那麼怕這課 到第四十題 你畫圖也不夠 要加上計數 所以你這題要放棄 也無可口非 但你想知道 比如盧Sir 對著這些文字題 整個做的過程是怎樣做 首先看一看題目 A是正常數 我知道它的正數 待會可能會有用 在畫圖的時候 再知道這條方程 對於第一個資料 它說在X軸相交於P點 它對於Y軸相交於Q點 即是說我用紅色筆 P的座標 既然它在X軸上面 即是X肯定未知 X上面哪個位置不知 但Y一定是0 即是說這一題 我只要代Y等於0進去 找回X軸截距 以X加Y變成0 我們應該算到X會是A over 2 即是P的座標 即是A over 2 即是0 用同樣的方法 我們應該會計得到Q的位置 因為Q的位置在Y軸上面 Y自然未知 不知在Y軸哪個位置 X自然是0 代X等於0進去 我又可以計到一些東西 X是0 加5Y等於A Y自然是A over 5 所以Q的座標就是0 A over 5 有這兩個座標 是否立即做到 也不是 因為這題難就難在 我們暫時只知道A是正數 A是正數 正數隨而都是正數 即是P大概會在X軸上面的正數 但嚴格來說哪個位置不知 P在這裏 A over 2 同樣道理Q也是 由於A是正數 所以Q只可以知道 它是在Y軸上面的正數位 所以Q在這裏 就算了 知道這兩樣東西之後 總算完成了上面第一行的所有資料 不至於在長問題拿0分 如果我們想繼續做下去 我們要看下一行 它說R是在Y軸上面的一點 它只是說在Y軸上面的一點 就沒有說在Y軸上面哪個位置 會不會在最高的位置 還是在這個位置 還是在下面的位置 它是沒有說過的 所以暫時還未畫得住 然後它說 PQR3點形成的垂心 形成垂心 找到X座標一定是10 暫時知道這麼多資料 但真的畫不到東西 它就問你R的Y座標是多少 R的Y座標是多少 那就是問你R的座標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必須從它的答案裡試試思考 它的答案就分開了兩組 要麼Y座標是負數 要麼Y座標是正數 其實我們還未知道 我們兩個都要試試看 是否畫得到 那我就兩個都試給你們看 到時你即場畫到不對 就唯有拆 沒辦法 好 Q就在這裏 P就大概在這裏 如果我畫 假設Y座標是正數那裏 我畫一個 負數那裏我畫一個 形成的就是這裏有個三個型 PQR有個這樣的三個型 好 如果下面那個 PQR有個這樣的三個型 要麼是正要麼是負 當然可能誇張一點 在Q上面也不出奇 但我試著兩個 好 現在我們總算兩個都畫完了 現在就畫個垂心出來 垂心 是垂直平分線 垂直平分線 對於第一條線 我假設第一條線是這條 對於這條線做底的話 它的垂直線和這點一定是在這個位的垂直 好 紅色就是第一個垂直線 好 到假設第二個 藍色線 藍色線是第二個 留意這次 要計算垂直高度 它的垂直高度 就要整長一點 因為這次垂直線 是在後面的位置出現 形成它的垂心 就會在這裏 這樣就符合不到它說 它上面說的 垂心的X座標要是10 這個位置一定是負數 X是負數 所以這邊一定是錯 我們大概有這樣的概念 就知道原來不是正數 正數那邊不對 起碼差了正數那邊 正數一定不對 它的Y座標不是正數 自然是負數那邊 它的Y座標在負數那邊 我們試試畫一下 看能不能畫到 好 跟剛才一樣 如果這個做底 垂直高度應該就是這個位 好 這個是第一個垂直 第二個垂直 假設就是藍色這個 這個 形成的就是 這個是垂直線 咦 對呀 這次有點像 這個位置是正十 好 先畫第三個 第三個畫過去 垂直 好漂亮 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就是垂心 而垂心的座標 應該就會是 我在上面寫 垂心的座標 應該X是10 而肯定的Y一定是0 原因是因為紅色那條線 這條線和它垂直 所以我們知道 X軸一定是其中一條垂直線 令到垂心在這個位 垂心是0 垂心是0 10到號0 好 現在我們欠的 就是欠這個R座標 它的座標 X肯定是0 至於它的Y是多少 我們很想知道 去到這一步 應該差不多到尾 真的要計數 那要計什麼數呢 好了 去到最後要計數 我們一定要記得 好地地去無端端 在座標點去提垂直 提垂直 你會想起什麼 當然想起垂直就是 兩個斜率 乘等於 負1 現在有哪兩個斜率 比較容易計到呢 R有個座標 R有個座標 就是0 Y 另外有個垂心的座標 這個 我畫出來深色些 這條線的斜率 我可以計到 這個斜率 這個斜率 就是 Y-Y X-X 也就是Y-10 這是黑色線的斜率 而另外它跟哪條線垂直呢 它肯定是 這條黑色線的斜率 這條黑色線的斜率 和它互相垂直 而PQ的 那條線垂直 斜率怎麼計呢 當然你用這兩個座標去計都可以 但我們不能夠忘記的就是 其實一開始我們知道它的方程 我們知道一開始那個PQ的方程 是2X加5Y等於A 我們利用到Y做主項 Y做主項 我們便變到Y等於MX加C Y做主項 就是-2X-A Y便會是除5 5除5 後面又除5 我們便知道原來 另一條線的斜率 是-2 over 5 這條的斜率 是-2 over 5 這條的斜率 就是Y over-10 兩隻乘起來等於-1 好 我現在放上來這邊做 第一個斜率 Y除-10 第二個斜率 -2 over 5 兩個斜率乘起來等於-1 分子乘分子 分母乘分母 約選了之後應該是25 分子Y 原來Y就是-25 這樣便完成了 講完可能你還是很害怕 但我覺得值得一看再看 你看盧Sir做文字的整個過程 是逐步去處理 逐步去計 哪怕這條是長題目 我都肯定不會拿0分 就是前面紅色 藍色我起碼計算到一些東西 我畫過圖畫到一些東西 尤其你可不可以做到最後一步 計算兩個斜率乘起-1 那已經是後話了 做不到都算 至少不要放棄 在長題目點都拿到分 選擇提頂不順的話 早點放棄吧 好啦 今天的功課只剩下一題 那就是剩下一題 那你們可以試試畫圖 畫完交功課給我看看